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再把我们召聚回来 主啊让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起头 为了以过我们敬拜你 我们赞美你怜悯我们 给我们许多的话语 主啊叫我们的信心 叫我们的全人得着拔高 我们为着将来这些信息我们更仰望你 主啊仰望你再向我们说话 说过更硬实的话 主啊更把我们成全起来 主叫我们都成为侍奉你的人 都成为准确侍奉你的人 都成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都成为进功用的肢体 直到一个地步人人都在这里进祭司的职份 主啊让我们在生命中达到长大 收的地步让我们在生活中结果制 哦在我们的生活进退起居中 荣耀神哦真是能说大灾境前的奥秘 神在我们这些肉身显现 在灵里被表白 哦照会能够在地上完全彰显你 谢谢你祝福我们的聚会 谢谢你越过我们所有的软弱和限制 虽然我们有诸般的软弱 主啊在你底下 让我们能够亲近你 能够来到生命树面前 哦能够来到至圣所 能够再一次得连续 蒙恩惠 做应时的帮助 一篇一篇信息与我们同在 特别下午这个侍奉系列的信息 我们仰望你祝福我们 主啊给我们拔高的灵 哦给我们应时的话 哇叫我们一个一个 哦都成为最有负担的服侍者 听我们这样的恳求 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感谢主 现在呢我们就来进入下午 这个侍奉系列的第一篇 侍奉系列的第一篇是什么呢 我们有一篇信息 或者有一本书是很有名的 叫做生命的认识 那么感谢主 我就在考虑 当我们要切入来认识 侍奉主 这一些基本的动作的时候 基本的认识的时候 我就觉得可以用这个题目 所以第一题 我很喜欢这个题目 一起读一下 侍奉的认识 我们都对侍奉能够开头 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总共这里有十点 这十点 我们稍微把那个主要标题 那四个字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点是 侍奉的身份 第二 侍奉的生命 第三 侍奉的心愿与动机 第四 如何侍奉 第五 新约侍奉的原则 第六 侍奉的配答 第七 侍奉的生活 第八 侍奉的目的 第九 侍奉的赏赐 第十 不侍奉的责罚 这个我想 已经很完全了 我们可以说 前面弟兄所点到的 我们这里都点到了 首先 我们要知道 做任何事 你要师出有名 你要有那个身份 你就能做合适的事 那在侍奉的事上 我们也有非常合适的身份 这不是人自取的 这是神赋予的 这个侍奉的身份 正如我们有生命一样 因着我们有神的生命 我们就有许多 不同凡响的身份 你看 我们的儿女啊 就因着有我们的生命 她有了全人类 对你来讲 她最有特权的身份 阿们吧 昨天我赶到新竹 因为我还没有搬去 九月初搬去 那么昨天我赶到新竹 早上参加一个安息聚会 那个安息聚会啊 很感人 那位老弟兄 他是啊 这个 从前就是 也是在中国大陆 就已经是军校正式毕业 然后后来啊 在撤退过程中 他是重机枪连的 连长 那么都是啊 直接面对炮火 以至于那个炮弹啊 轰到一个地步 耳朵就轰隆了 后来又经过八二三炮战 把仅存的 这个听力也再一次破坏了 所以就提早下 这个退休 然后啊 这个生活非常的艰苦 但是他因着有主 靠主的恩典啊 培养三个孩子 一个女儿 现在女儿也成长得非常好 那么两个儿子 那栽培的啊 各个都是啊 有一个 现在成大教授 两个博士 一个在国外 也是啊 好几个公司 都是很出色 也很爱足 那么昨天呢 特别他女儿讲一句话 非常感动人 他说 我发觉 借着父亲的离开 就是儿子代表说话 借着父亲的离开 我们发觉父亲的爱 正向神的爱 神的爱对我们是没有条件的 这个女儿说一句很好的话 她说 我就发觉 为什么父亲这么爱我们 父亲这么爱我们 没有别的理由 只因为我是他的儿子 我是他的女儿 跟着我们想想看 我听到我是很有感觉 我就想想 我对我的孩子 我也想想 我的父母对我是不是 你就觉得你享受特权了 没有别的原因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我是他的儿女 我有他的生命 弟兄姊妹 自从我们信主那一天 自从那奇妙的信 进入我心了 信的故事 一开始 我得着了一个荣耀的起头 我得着重生 我凡接受他的 就是信入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一个特权 一个权名 做神的儿女 这种人不是从人生的 从血气生的等等 乃是从神生的 所以从信主那一天开始 从重生那一天开始 你我的身份大大不同 当然这个身份主要在两方面 第一方面 我们有生命 所以我们在生命这一面 做神的儿女 做基督的童女 对不对呢 做我们主的百姓 有一些特权 但是呢 在侍奉方面 神也给我们一些特权 第一我们是祭司 第二我们是仆人 第三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 一个比一个深入 我们来读读这个大标题 第一大点 侍奉的身份 我们用强的灵来读 自从得救以后 我们的身份就完全改换了 并且我们的身份是多变的 在生命上 我们是神国里的子民 是神家里的儿女 是葡萄树上的知识 也是许配给基督的国女 而在侍奉上 我们至少有三种身份 一是侍奉神的祭司 二是侍奉神的仆人 三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想想看 我不是为了掌握时间的话 这里面是太宝贝的 每一个身份都值得改变你整个人 第一个 我们是神国的子民 我们有公民权在天上 对不对呢 我当时有罗马帝国的公民权 他有时候就行使这个权利 马上人就不敢对他随便 今天若是成为美国的公民 在有一些国家 人家就比较小心了 原因何在 因为他有一个强国做背景 今天我们台湾也不错 对不对 从前出去人对我们很轻看 现在出去人对我们很尊敬 不过危机也来了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国是随着兴衰 而让公民权成为价值有多高 感谢主 我们是神国的子民 想想看 我们有神国里一确的特权 神国的丰富 都能成为我们的享受 然后我们也是神家里的子女 这更是讲不尽了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有权力 可以大喊并大唱 有权力可以大吃并大喝 对不对 有权力可以享受神所有的丰富 然后我们更是葡萄树上的枝子 枝子有权力吸取 住在葡萄树上 吸取所有树上枝江里的营养和肥 你看这是我们的权力 阿们吧 这里都太好了 然后我们也是许配给基督的同女 这叫我们得安息 叫我们得满足 但是提醒我们要做聪明的 不做愚昧的 这是到晚上的时候 我们要来看见 我们必须做聪明的同女 预备游等等 但在侍奉上感谢主 我们至少有三种身份 是清清楚楚 哪三种身份呢 第一是什么 是神的 是奉神的祭司 也就是神福音的祭司 更成为祭司的体系 首先我们是祭司 而这个祭司在新约里面的名词 就是做神福音的祭司 这个福音是全辈的福音 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当作追测不尽的丰富 分赐给外邦人 把人长大成熟的呈现给神 这是福音的祭司 然后呢 我们更是祭司的体系 换句话说 我们不是单个光感的做祭司 我们是祭司体系 Christhood 乃是一个团体 我们是个佩达团 就显出那个力量来 所以在启示录那里说 他使我们成为国度 做他神与父的祭司 他使我们成为祭司 到下一周 我们会清楚的 深刻的来领会 祭司的价值 祭司的尊严 和祭司的生活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往前 看见不止我们是祭司 我们更是 当然祭司 乃是一般专一侍奉神的人 而所有得救的人 都该是祭司 今天主的恢复 要恢复这一个 第二 我们也是 侍奉神的奴仆 一起读经节 但现今 你们既从罪礼 得了释放 做了神的奴仆 我们得释放了 反而为了做奴仆 我们都记得 那个故事 当那个黑奴 被人抓到拍卖场上 拍卖的时候 有一位善心的人 看着这个黑奴 就很不忍心 高大的黑奴 那么这时候 他就出了重价 好多人出价 要把他买掉 出了重价 就把这个黑奴 买回家了 要买来的时候 那个卖主 还对他说 这个黑奴 高大 高大 有利 你可要小心他 非要饿他个七天 三天 至少三天 才给他放了 否则是危险的 但是呢 这位主人 把他买来之后 走没有多远 他就把所有的 小导手铐 全部打开 他说 你自由了 当他一喊 你自由了 他说 我所以买了你 因为我体谅你 体恤你 可怜你 你做奴仆 太可怜了 我愿意让你得着自由 现在你已经自由了 你可以去 你知道 这一放 他傻住了 这一放 他感动了 你为什么 要这样对我呢 我没有理由 我就动得慈心 动得爱心 我就爱你 你去吧 这个奴仆 这个黑奴 非常兴奋 就拔腿就跑 跑没有几步 就发觉不对 我这个往哪里去呢 何处是我家呢 我在跑跑 也许又被抓回去了 那这时候 他就想到 这个人 怎么会有一个人 花那么大的代价 买了我 然后放了我 我若是不懂得感恩 不懂得回报 那我才是愚昧的 这么样一个人 所以他赶快再跑回来 找到这个人 跪到他面前说 主人啊 能不能让我跟着你好吗 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乐意 从心里乐意服侍你 你看他那个爱 那个感动 我乐意从心里服侍你 更叫人感动的 是啊 这个主人说 你真心要跟我吗 好 那你就做我的儿子吧 结果呢 他不是做奴仆而已 他也做了儿子 地上 我这个故事是读来的 在这个地上 到底有没有这个真实 这样真实的美好的故事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在主人员祷告的时候 我很受这个故事的感动 因为故事的主角 就是我 你们怎么办 阿门吧 你看我们原来犯罪的时候 孔无有力啊 读起圣经 打瞌睡就起来了 哎呀 我们看起电影来啊 两个眼睛睁大 也不喝咖啡 精神好得很啊 聚起会来啊 就是心有余 而灵不足 就打瞌睡来 阿门阿门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啊 这个肉体啊 很容易发动啊 孔无有力 那跟这个黑奴差不多嘛 但是感谢主 这么坏的人 这么会犯罪的人 这么会一再的 立志也没有用的人 竟然有一天 他拯救了我们 他无法定时日价 花了重价 为我们死 把我们买来 然后买来之后呢 他叫我们得着自由 哦 我们在主里得着自由了 对不对呢 他说凡事都可行 结果要多好 凡事都可行 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假如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还有底下 但书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荣耀神 要注意 可行 自由了 但是注意 自由 有一个自由的目的 我让你自由 不是让你得放肆 而是得释放 让你释放的 自由的 来服侍神 我想到这里 我就觉得主啊 是的 我愿意像这个黑奴一样 懂得感恩啊 多少人啊 得自由以后 就真的飞掉了 也不来聚会了 也不来侍奉了 你就知道 主多伤心了 这是忘恩负义啊 你看就像那十个 长大麻疯 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个 十个长大麻疯的 来得了医治 结果只有一个 回来献祭给神 感谢神 其他九个都忘了 这是今天的难处 这也是今天 主在地上 要有的征战 第一场的征战 把人救回来 第二场的征战 把人带回来 服侍 Amen 所以啊 我们要求主 让我们摸着这个负担 感谢主 我们都是主的奴仆 现金得释放了 是神用重价买来的 我们该忠诚的服侍主 但是我真的是很感动的 就是我真的 回来要服侍他的时候 主又带我向仆人 又告诉我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们在波名聚会 还可以喊 阿爸父 你想想看 这是何等奇妙的身份地位 我们有特权 享受一切最好的 我们也有责任 好好 为我们的父神 分忧解牢啊 但我们生命长大之后 我们当然就要开始 为父母来分忧解牢嘛 对不对啊 我今天才听到一个故事 有一位 他有孩子 他家里很有钱 这个孩子呢 从小就不懂得 这个分忧解牢 就染上毒瘾 那后来啊 怎么样带 带不回来 最后还到美国 给他去读书 结果呢 我看毒瘾发作 喝了酒 吃了药 开车撞死了 这种故事 现在在地上 比比皆是 感谢主 我们要求主 祝福我们 我们得救了 我们还要成长 当一个孩子 成长到某一个年龄了 他就开始替父母 分忧解牢了 甚至于有份于 父母的事业 在那里啊 能够让父母的事业 得着发展 我们的父 是有旨意的 是有计划 是有目的的 他得救了我们 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成为他的扩大 目的 不光是让他的 儿女的人数加多 而已 他要我们都有份于他 宇宙中这伟大的事业 但愿我们的心啊 能够思考 而调整 主啊 这是你说的 是你赋予我的尊贵的 这个身份 愿我珍惜这个身份 来服侍你 我是你的奴仆 奴仆主要就是要摆出来 但奴仆有三种 对不对呢 在圣经里 马太二十五章告诉我们 有一种是一他年得 一种得两他年得 一种五他年得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但天生我才不同的用 他有不同的份量 五千 两千 一千 或者五他年得 两他年得 一他年得 重点不是几他年得 两根五他年得 很容易自己就显明出来 但是一他年得的 就容易害怕 容易躲起来 容易喜欢呢 往后说 甚至于就消失了 买起来了 弟兄姊妹 你是属于哪一种 我不知道你如何 我能见证 我就是那一种 我承认 我是至少一他年得 我也常常觉得 我只有一他年得 所以最容易萎缩 信不信有你啊 我站在这里也是被逼的 也是啊 一面主在里面的吹逼 你爱我吗 你服侍我 弟兄们在旁边的吹逼和鼓励 你不是跟随主 爱主那么久了吗 你应该啊 尽一点责任 我就咬着牙 好吧 试试看吧 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暂惊恐惧的 学着服侍主 但是我能见证 当我们这样去做生意的时候 主是信实的 这样你从一千 就赚了两千了 阿们吧 所以最近我们一个负担 要有一个负担 九会说 十五会说 人人都要摆出来 一千都要摆出来 所以啊 下午这个聚会 到底谁该来 很多时候有弟兄们就告诉我 可能是那一班来 或者这一班来 我说啊 我说对不起弟兄们 这个观念好像 我也是这样想 不过这个观念好像不太合圣经 圣经是哪一班该来啊 得救的就是祭司 祭司的就是得救的 得救一个就多一个祭司 得救一个就多一个奴仆 奴仆就该参加侍奉神权 被主得主 阿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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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不敢说啊 得救有多少 这个成全聚会也有多少 至少啊 晚上生命供应的有多少 下午 侍奉成全的 也有多少 阿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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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时候观察那些妈妈 阿们吧 妈妈对儿女那种坚韧的爱 阿们吧 那种啊 无怨无悔的爱 那种啊 不耻劳苦的爱 半夜啊 喂奶的爱 阿 换尿布的爱 阿 这个地带架的爱 阿们 那你就知道 这个爱啊 力量有多大 你们都听说 那个故事 一个孩子啊 他们住在山边吗 一个孩子有一天被老虎啊 咬走了 哇 这个母亲看到 老虎当然是把整个人 两个那个包 墙堡 就是包起来的整个包啊 都这么咬走了 哇 这个母亲看到老虎把他的儿子啊 这个整个咬走了 怎么样 这个母鸡 母亲啊 立刻成为母老虎 一路啊 拿个杆子棍子啊 哇 就一路追赶 又叫又喊又杀 哇 就喊过去 那只老虎说 我有那么 还有一只比我更凶的 哇 他是跑得很快 飞越而过各种的山溅 但是呢 那个母老虎啊 竟然也是飞越而过 哇 根本不计代价 一路飞过来 飞到木头 老虎说算了 我放弃 丢了可以吧 等孩子啊 抱起这个孩子 往回家路上走的时候 看到刚刚所跳过的红沟啊 我怎么过来的 请问怎么过来的 爱叫他过来的 爱叫他有力量 我常常讲 主啊 我亏欠你 这么多时候 我在那里计算代价 在那里萎缩 在那坑摆上 主啊 你爱是一再冲击 我是木头人啊 我是得着麻痹症啊 求主 医治我们 所以底下 他都用爱 来冲击我们 等一下会说 好 但愿这个点上 我们在这里 九根十五会说 一定要让所有的兄姊妹 都能恢复 这个爱的冲击 而成为一个在爱中感恩来服侍的人 你弟兄说 若是你有光 你爬也要爬到主面前来服侍他 你若是有光 你就知道 不是神求我们服侍他 是我们要求神服侍他 对不对 让我们服侍他 这是神高抬我们 很多人以为 我来服侍主 我高抬神 哎呀 我这生意这么忙 我又挂懂市长 我又挂懂经理 我今天本来要出差 我来服侍 来聚会 主啊 我赏你的光啊 你看 有时候我们啊 你懂吗 哦 弟兄姊妹 若是我们有光啊 我们就知道 是主赏我们的光 我这次在新竹服侍 我就是看看那些弟兄们 我就很感动 很多弟兄们 像我佩达的几个长老啊 都是清大交大 明教授 但是他们的服侍 那个摆上 我真是觉得感动 因为我知道 他们知道 不是我这个教授 来呀 让神沾光 是神啊 怜悯了我 我在神面前 算得了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真要求主 激励我们 那第三 奴仆就是要摆出来 不管你有几千 摆出来 我们还会再讲 摆出来的时候 一个秘诀 一千的容易害怕 一塌连的容易躲起来 怎么办 找同单 让一千变两千嘛 让两千变三千嘛 合伙做生意 三谷合成的绳子 不容易折断 清楚吗 一个人害怕 找两个嘛 一个人叩门发抖 三个人去了 就壮胆了 一个人叩门 看到狗都怕 三个人啊 狗看到你就怕了 真的 所以啊 圣经的数学 跟我们不一样 他说三谷合成的绳子 不容易折断 他说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 他说 一人赶一千 两人赶一万 大家都知道 最近我有个好消息嘛 对不对 就是我的姊妹啊 九月份以后 可以回来了 她可以陪我 一路来服侍主 有一位师母啊 就看见我啊 就跟我调侃 跟我开玩笑 光红弟兄啊 你有福啦 因为啊 那你赶一千啊 那赶九千的要回来了 他说你看 你以前光孤零零的 一个人只赶一千 现在啊 他一回来 就变赶一万了 所以谁的功劳 他的功劳 所以你只赶一千 他赶九千 加起来一万了 所以弟兄姊妹 你知道 你永远是一千 你是软弱的 但你知道 你找到一个佩堂 立刻变一万 立刻多九千 这是神的数学 三千生子不如一段 所以活力牌 活力半 将来我们会实际说到的时候 活力半就三个人 三个人 不要多 三个四个 一组就出去了 那个力量是大的 主我们会同心的话 感谢主 我实在是觉得很好 弟兄姊妹 想想看 你的身份高不高贵啊 我们一起说 主啊 我感谢你好吗 主啊 我感谢 你 让我成为 你的祭司 让我成为 你的祭司 主啊 我感谢 你 让我成为 你的奴仆 让我成为 你的奴仆 主 我感谢 你 让我成为 身体上的肢体 那么身体上的肢体 重点就是 每一个肢体 都要有方选 都要有功用 而且都要进功用 还有 都要合适的进功用 否则 没有进功用 就是半身 不随 对不对呢 没有合适的进功用 台湾话叫做 中尊风 有一种病啊 手就一直抖 一直抖 不能合适的进功用 所以这水啊 到他 从碗里到他这里啊 已经去了一半了 为什么呢 没有合适的进功用 对不对呢 我最近啊 去弄牙齿 弟兄啊 牙齿是个弟兄 就帮我打针啊 麻醉一下 麻醉之后 那天晚上我去吃饭的时候啊 就觉得很古怪 我吃饭的时候 总之有一半的肢体啊 不进功用 不进功用 原因怎么样 麻醉 麻痹了 勇子梅 我们都 不能麻痹 恢复 生机 进功用 好 这是第一大点 侍奉的身份 这一点太重要了 那么有了这一点之后 再往前 有这个身份 若是没有这个动力 没有这个生命力 那是辛苦的 是表演的 是做那个很辛苦的工作 感谢主 主不只给我们这个身份 主也给我们这个高贵的生命 如果今天你有一个身份 叫做鸟 从今以后你是鸟人 做鸟的人 但是呢 没有给你飞的生命 叫你飞 这不是很辛苦的事吗 阿们吧 今天你要说 侍奉人 但是没有侍奉的生命 不是很累吗 感谢主 第二个福音来了 哦 神要我们侍奉 神还给我们一个生命 这个生命就是一个 侍奉的生命 我们来读读看 侍奉的生命 请姊妹们读 来 侍奉神不仅是身份的问题 也是生命的问题 什么样的生命 就有什么样的特性和生活 我们来的救世 所得的生命 乃是基督自己 这个生命的特性 不只是圣洁 公义 慈爱 也是服侍的生命 所以越服侍 日子就越痛快 如同鸟从笼子里放出去 让它大飞一场 它就大大享受一番 你看这个真是好 什么样的生命 过什么样的生活 今天我们得着的生命 得着重生 是得着什么 不是得着 严格准确的说 不是得着基督的生命 乃是得着基督自己 做生命 不一样哦 不是得着基督 把一包叫做生命的 生命包丢给你 哦谢谢你 像啊 大力水手 喝个生菜汁 蔬菜汁 喝完 哦有力量了 用完之后又没力量了 不是这种短暂的生命 不 圣经里告诉我们 神是基督在我里面 基督是我的生命 不是给你神的生命 而是给你神做生命 给你基督做生命 这个生命不只是圣洁公义的 这个生命还有个特性 是喜欢服事的 所以你越服事 弟兄姊妹越痛快 有没有这个经历啊 基督徒你叫他爱主之后 不服事 爱主啊 生命就旺盛 一旺盛不服事 真苦闷啊 真弟兄阿们吧 这一爱主啊 一服事 好痛快啊 有时候早上啊 好好那一场聚会 我真是好好服事 起来又摆椅子 又预备信息 然后又好好讲一番 讲完会后 再送一程 再讲一天 哇 两个人受尽了 三个人恢复了 那天啊 好像你赚了一百万一样 有没有这个经历啊 哎呀 真是好像一只鸟啊 飞出去 这样你也大飞一番啊 真是痛快 兄姊妹 这就是基督徒的奇妙 多少时候 为什么我们有动力啊 我自己想想 那三十篇呢 走来啊 一路走来 还蛮艰辛的 我也真是软弱 你就不知道 做那钢药 真的做得蛮辛苦的 这一篇 这两篇怎么做出来 我也不好意思告诉你了 反正就是很辛苦就是了 当然就是软弱 我看有的弟兄们啊 真刚强 一做钢药 两个小时给他 一路写 就写出来了 哎呀 我真是 真是没办法 真是煎熬 我是熬汤的 都是用那个焖烧锅 是焖出来的 那么 那感谢主 重点是啊 你过程虽然艰辛 但你服事过后 你感觉啊 你都非常的满足 你感觉有一种的满足 为什么 因为你里面有 服事的生命 所以兄姊妹 好好去 每周 做一盘 最可口的菜 到主日 到小排 好好供应一下 阿们吧 一供应 得着生命的供应 得着生命的激励 不得救的得救的 得救的爱主了 爱主的吃饱了 你看 你就是啊 那只鸟 飞一番 回来之后 真满足啊 晚上回去 睡得也甘甜 那这是谁做的 这缘不是我 保罗到末了就说 这缘不是我 我比众使徒 格外劳苦啊 但是这缘不是我 乃是靠恩才成的 就是三一神 做我的享受和供应 我才能做到 所以你知道 这个源头 侍奉了生命 乃是基督来做生命 第一 基督 他自己就是仆人 对不对呢 他是神的仆人 所以在 《使徒行传》那里说 神已经荣耀了 他的圣仆耶稣 他的仆人耶稣 神已经荣耀他了 他是仆人 神的仆人 第二 主来的时候 他 菲利比 保罗也告诉我们 他不是取了 君王的样式 他不是骑个高大的马 进来的 他是取了 奴仆的样式 对不对呢 他不以 不以 与神同等 为强夺的 为强夺的真 反而谦卑自己 对不对 取了奴仆的形状 他来目的 不是要得人的服事 做君王 呼唤大家 使令大家 不 他来是做服事的 他说反倒 反而倒空自己 取了奴仆的形状 成为人的样式 而且他说 我来了 不是要服事 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因为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这就是我们的主 而这位主 今天竟然复制 翻印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你越活在这个生命里 你越想服事 不用准备 用准备阿们吧 我看到好多 做大老板的 但是到教会中 他平常也有司机开车 家里也有多少仆人 到教会中 椅子他也要排 什么他要劳苦 他们家的仆人 跟着他来 就会吓一跳 我们董事长 怎么这样在教会中 因为他知道 他来到这里 身份改变了 我是主的小奴仆 这个会叫人得造就 那么好 底下说 马太福音 这个我很喜欢 整个四福音书 马太 这个我们一起来读吧 马太见证 他是君王救主 如师 马可介绍 他是奴仆救主 如牛 路将描绘 他是人救主 是唯一正确 并正常的人 约翰揭示 他是神救主 如鹰 这一位基督 要做信徒的生命 和生命的供应 想想看 这位主 他有包罗 无限的丰富 成为次生命的灵 让他自己 这人师牛鹰 四面的生命所示 都分次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 若是你熟悉 以希结书 那你就告诉我们 借着圣灵 风云火金的工作 就把这个生命 分次到我们里面 我们就成为 四活物 对不对呢 这四活物 每一个活物呢 四活物换句话说 我们都在身体里 在佩达里 一开始 我们就不能离孤独 但是呢 每一个活物 都有四张面孔 这四个面孔 就是人 师 牛 鹰的面孔 为什么 这四活物 所有解经家 正确的解经家 都知道 这就是指的 基督徒说的 有神生命的人 对不对呢 他也是四活物 也是四张面的活物 他有人的生命 他越信主 越爱主 越像人 越成为人中人 人上人 一面 他是狮子 他对着罪恶 对着世界 他是满了 刚强的狮子 然后呢 他更是一条牛 他愿意低肩卑重 服侍 众人 他也是一个 因了生命 在各种压迫 压榨之下 他能够如鹰 斩翅 上腾 而不因此 受压 感谢主 这个生命 如何在主里面 这个生命 今天也复制到 我们的里面 我们成为 他的翻版 所以今天主说 你有这个身份 主也告诉你 你有这个生命 所以我们靠这个生命 做这个事情 你我就成为 勘壮有活力的人 好 我们来读读第四点 一个蒙恩 得重生的信徒 乃是基督的复制 翻译 有他的生命和性情 当然也能 活出基督的 人世流利 自灭 自生命的生活 所以很清楚了 身份也有了 生命也有了 感谢主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 有这个力量来服事呢 有生命了 也有这个身份了 底下呢 你要常常在爱的基地里面 刚刚开头所说的 那个爱的故事 我们若常常能失念 这个爱就会困破我们 就会冲击我们 就要我们不知不觉的 很自然的 有动力的 一直往前 这个神就把爱 放在父母里面 所以父母就为儿女啊 就不知不觉 源源不断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不断的付出 到现在 我虽然都已经是 五十开外的人了 我回到家里 母亲看到我 永远像个baby 对不对呢 我到她面前 永远有特权 到现在我一回去 就是准备享受就好了 我再一回去 我说我要吃这 我要吃那 妈妈立刻亲自到市场 立刻亲自去买 亲自下厨 然后呢 做出来的时候 还要一直念念有词 就是说亏欠亏欠 我的功力已经啊 不像年轻的时候了 我做这个菜 变得胃了 还自己啊 还一直说 我不是不好 就怕这个儿子啊 挑嘴吃不惯 你看我心里 就满满有感觉住啊 这就是你的爱啊 这就是父母的爱啊 我们真是要做一个 享受这个爱 然后在爱里 得到动力的人 神也常常这样 来爱我们 所以我们 侍奉了心愿和动机 乃是因为 爱的激励和吸引 使我们不能不侍奉他 为他而活 所以在圣经里 有这样的话 旧约 初爱奇迹那里说 有一个仆人啊 在那里 因着对主人爱 看见这个主人啊 这么叫他感动 叫他觉得值得爱戴 他就起来 从心里要服侍他 这是神所盼望的 这也是这个仆人 所说出最美的话 一个仆人能说出这句话 这是郑重主人的下怀啊 郑叫我们的父神 欢心啊 这怎么说呢 他说 我爱我的主人 我不愿意自由出去 他说我爱我的主人 也爱我主人的妻子和儿女 我不愿意自由出去 我要服侍他们 弟兄姊妹 我们也能对手说 主啊 我爱你和你的照会 我宁愿为弟兄姊妹花费啊 那首诗歌 说我在校园里啊 在哪里为你们哭泣 为你们陪你们祷告 直到夜里 那首诗歌就有这个味道 对不对 他爱主 爱主的儿女 为他们花费 他觉得是很值得的 我回想这五年来 在这里的相处 我就觉得很值得 但我唯一觉得就是亏欠 为什么呢 真的陪着哭泣 陪着到夜晚也不多 都是陪着吃爱宴比较多 那么所以我们还得去劳苦 劳苦到弟兄姊妹中间 第二我们借着保罗说 我借着连续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 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 神用这样的爱来 鼓励我们服侍他 记得彼得的故事也是一样 他在TBDI海边 神来向他显现 主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 三次问他 你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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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到彼得的心都碎了 问到彼得良心都快要破产了 他知道又是爱他 又是爱得有一点亏欠 但是主每一次的背后就说 你喂养我的养 你牧养我的养 你喂养我的小养 目的是为了带尽侍奉 但是动力是应对爱的鼓励 弟兄姊妹 但愿我们天天能够摸着主的爱 好叫我们的侍奉不乏力 让我们侍奉永远能够立上加力 底下说到如何侍奉呢 好了 我们已经有生命侍奉 有地位侍奉 我们也已经受爱的激励 要侍奉 好 等到真正实行侍奉的时候 到底我们怎么样侍奉 不要忘了 我们的侍奉是侍奉我们的主人 所以主人的心意很重要 主人的自己很重要 主人的话语很重要 主人活的人味很重要 主人他给我们的支援的取用 非常重要 所以这里从圣经里看见 好多面 比方说第一 你要侍奉主吗 必须做一个跟随主的人 必须做一个跟随羔羊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主 却没有主 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里面劳苦 好像很热心服侍主 却离主很远 有一句话说 他这个样的人是摸属灵的事 却不属灵 你听过这句话吗 他摸属灵的事 不属灵 很多老观念 老思想 不是照神的旨意来服侍 是照他的观念来服侍 所以心奉恩的时候 他一定要经过成全 不经过成全 你立刻就用他 让他服侍 没有几次 没有几下 他会倒 你看我们回头想想看 我们的同伴 好多得救的时候 哇大家看好 大家都觉得很好 后来慢慢怎么萎缩了 怎么退后了 原因你去查查 都是受伤了 受什么伤 服侍啊 不得体 而大家又不得体的对待 比方说他到波炳聚会里 一选诗歌 因为他刚得救嘛 唱过的只有那几首嘛 所以波炳聚会 啪一唱 一选 马上另外一个 包青天弟兄 屈腹者 立刻说 请我们改唱 脸还板板的 请我们改唱 八十五首 这是我们老家风 三十年前 我每次选诗歌 最怕就被改唱 好丢脸啊 我选错被改唱了 你知道吗 那么心奉恩的 颜面这个带领 对不对 他兴冲冲的选一首 然后你就脸板板的 请我们改唱 他一定吓死了 再也不就会受伤了 他不懂 所以啊 怎么办 我们需要经过成全 第一个 你的态度 你是跟随主的 如果你是为主而喊 人 万一啊 人改你 你不受伤 因为你是爱主而做的 做错做对 都是为了主 如果你谦卑说 哎呀怎么回事 我选错了 那怎么选才对 你看 不要学乖了 学坏了 学萎缩了 要学会了 学会了 做一个跟随主 跟随羔羊的人 他说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 也在哪里 主在哪里 主在哪里 主今天在我们的灵里 服侍主的 必须照着灵 还有不止这样 得胜者有个特征 这个羔羊 无论往哪里去 我们都跟随他 这是得胜者的象征 羔羊往哪里去 我们都跟随 所以他应该怎样 他就是我们的主 怎样拣选十字架 向自己死的道路 我们也必须如此 记得何寿恩教士 曾经对尼托森 就说了 因为尼托森当时 年轻 气盛 每一次受到不公平待遇 他就抗争 他也是很强的 尼托森不像 后来你看 完全是破碎的 一个雅各 以色列 那以前是抗争 其又吃力 不对 为什么我比他早得救 为什么他要失禁 我不能失禁 你看连这个失禁 谁失禁 他都要计较 然后后来 后来果然有一个人 是比那个人 比那个跟他争的人 多了十岁 该轮到他了 何寿恩教师说 还是请他受金 他就更气 他十岁 他两岁 怎么 何寿恩教师就给他一句话 他说 你弟兄啊 你不像个跟随羔羊的人 不像个跟随羔羊的人 一个跟随羔羊的人 这个羔羊就是基督啊 他是怎样 他是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也要默然不语啊 再呀 再呀什么 剪羊毛的人手下 也不作声啊 他在街道上 没有争论的声音啊 你像不像跟随羔羊的 这一句话 你以后来回头 来重复的时候 成为我们的供应 我也常常会想到 主啊 当我站在那里有点气 你看服侍主这么久了 难道有不气的吗 但有点气 这句话来了 你像不像跟随羔羊的 你愿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 这个就是服侍者的学习 第二 服侍的人呢 还要知道 不要按自己的意思 你刚服侍啊 你不明白神的旨意 你就以为你有三把刷子 就想做了 你知道你所做的 都是人的意思 都是你 必须重新再来 人必须有这个度量 否则也不能服侍主 如何服侍主呢 要按神的旨意来服侍 第二点 我们来读读那个经节吧 最有名的经节了 大卫在神的旨意中 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 唯有按神旨意所做的 才算是侍奉主 多少人都啊 在每一个时代里 都说他是服侍主 但是到底有谁 被主称取 他是服侍主的 乃是要按神的旨意 我们很感谢主 在这个点上 前面弟兄给我们最好的榜样 你弟兄就告诉我们 我们主恢复的路 是什么 圣经是我们 独一无二的标准 我们就是要按神的旨意 不是要做人的工作 好 第三呢 你不只要跟随羔羊 跟随主 你不只要按神的旨意 你既然要按神的旨意 你就要听神的旨意 你的耳朵就是一个听话的人 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 应该要专心来祷告 专心来读主的话 来敬主的话 你没有读主的话 就要再替主说话 没有读圣言 就要替主传圣言 传圣旨 那就传乖传错了 就代表错误 而且还要板着脸 拉个架子 做服侍带头 那人呢 就很难跟随 而且人就受伤 人就衰尾 若是我们是一个真正天天 泡在主话里的人 那我们一起来 人就受吸引 所以这里这段话说 我们必须能听主的话 一起读好吗 必须能听主的话 合乎主的心意 讨主的喜悦 他的主人就要穿他的耳朵 他就永远服侍主人 这就是刚刚的故事 对不对 那个人说我爱我的主人 主人就穿他的耳朵 你爱我吗 听我的话 你耳 那真正要耳顺 你要耳顺 你要耳朵 要顺服 听主的话 这样才能够 必须受过对付的耳朵 能听的耳朵 才能服侍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们 一个服侍主的人 第一个该学的功课 就是听人说话 当然之前 你当然是听神说话 读主的话 然后呢 连服侍的时候 也不要一到人中间 就呱啦呱啦呱啦 一直讲 你这么一讲 别人都很难 你真的要服侍一个人 听他说 让他能向你敞开 然后你才能按时分量 对症下药 记得要做一个听话的人 首先听主的话 第四呢 你要服侍主 不止跟随主听主的话 你要听他的话 当然要亲近他 所以必须尝亲近主 侍奉主 势力在主面前 我们必亲近 他们必亲近我 侍奉我 并势力在我面前 才能知道 要做什么 怎么做 这是个态度 我是一个服侍的心情 当我们在今天 为主说话 或者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有感觉 主啊 有个祷告 是最好的祷告 愿你的同在 与我同去啊 主啊 什么意思 我要一直跟着你去啊 愿你的同在 与我同去 我要一直 势力在你的面前 我要一直里面 与你亲近 甚至于外面 我在说话 我里面 是一直连于 说话的主 第四 第五呢 需要不离开圣殿 今天的圣殿 一面是赵慧 一面是我们的灵 不离开灵 对不对呢 进食祈求 昼夜来侍奉他 进食祈求 表明我们呢 甘愿舍弃 合法的享受 而刻骨自己 以寻求 并成全 主的旨意 第六 一直往前 你看见 如何服侍呢 必须有忠心 也必须精明 有见识 就能够按时分量 很多时候 教会中是 很多有忠心的人 忠心有名 有余啊 见识不足 精明不够 所以呢 虽然忠心 发热心 大发热心 搞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呢 精明不足 以至于啊 把很多 被啊 把很多人绊倒了 很多人伤害了 所以结果 反而啊 破坏了 所以必须 忠心又有见识 按时分量 第七 他还必须 你看 腰间 树上带 表示不松懈 灯要点着 表示活在 生命光中 活在 主化的光中 并且 等候主人回来 一直有感觉 我这样服事 是为了 等候主的回来 当主回来的时候 看见我不是 动手打同伴 而是 正在啊 残果同伴 爱护同伴 扶持同伴 你想想看 这样 主就要赏赐我们 对不对 但很多时候 我们都要一个 警醒的灵 这样来服事主 这些都是 服事主的人 必备的条件 第八 我们一起读 要带领全家 一同侍奉主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一定 侍奉耶和华 我们得救 这个点 我们需要求主 让我们有这个心胸 不止我不是 我不是全家的总代表 也不是再带 另外一个人代表 不行 我们全家 我和我家 都要侍奉耶和华 不是结婚聚会的时候 都宣告了吗 都留在心愿里 我们要成为我们的实习 弟兄姊妹 你看这个信息很好 真是很叫人得鼓励 这是如何来侍奉他 我们必须有这么多 这些细节都值得我们导言备讲 导读享受进去 好 那么今天是新约的时代 刚刚讲的是圣经中的原则 而在新约的时候 我们侍奉 就有新约侍奉的原则 这些原则是什么呢 把大标题宣告一下 一 不是照着律法规条 乃是照着生命大能 再一遍 不是照着律法规条 乃是照着生命大能 第二 不是凭着字句 乃是凭着灵 不是凭着字句 乃是凭着灵 第三 不是外面做的 乃是里面做 多好 不是外面做 乃是里面做 这一个 还有第五 不是少数人侍奉 乃是全体侍奉 人人做祭司 第五 不是个人侍奉 乃是身体侍奉 彼此互相做肢体 Amen 这就是新约侍奉的原则 什么原则呢 我们从心里说说看 不是照着律法规条 乃是照着生命大能 第二 不是凭着字句 乃是凭着灵 第三 不是外面做 乃是里面做 第四 不是少数人侍奉 乃是全体侍奉 人人做祭司 第五 不是个人侍奉 乃是身体侍奉 彼此互相做肢体 这就是新约的原则 这个就从旧约里 完全跳出来了 旧约刚好相反 不是凭着生命大能 就是凭着守律法 对不对呢 就守出一般的法律赛人 所以小心 如果我们今天不注重 里面生命大能 在里面的推动 慢慢教会中 也会产生 新约的法律赛人 道理讲得很好 但是没有生命的动力 我们要做活力人 所以底下的经节就说 不要照着 这个属肉体的 诫命的律法 那要照着不能朽坏 这生命的大能 旧约说不出来 是新约得救了 有复活的生命 能做得出来 照着诫命律法 是死的 照着生命大能 是活的 律法规条的侍奉 是照着一定的程序 呆板的 千篇于律的 是不用受引导的 不必依靠神的 是死的 是软弱的 你看 这是李弟兄讲的时候 还引用 今天很多所谓的做礼拜 就整个城市都在那里 连祷告文都写好了 就读给你听就是了 所以到末了 你就失去一种生命的动力 阿们 弟兄姊妹 好 我们那个不要 但是不要呢 我们又没有生命大能的表显 那我们两头落空啊 就很凄惨 阿们 阿们吧 阿们 今天我们叫 西约里侍奉 一面我们不要那一个 弃绝那一个 甚至于我们呢 不实行那一个 甚至于定罪那一个 但是我们有什么 弟兄姊妹 就是我们没有生命的大能 不做一个诚心的人 不做一个相调的人 不做一个祷告的人 没有生命大能的显明 那我们就更可怜了 连壳子都没有 那么椅子也没有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 注意里面生机的事奉 第三小点说什么 一起读 生命生机的事奉 是造作生命之灵的感觉 是活泼的 新鲜的 是不能抄袭的 是必须倚靠神 必须和神有交通的 是活的 是刚强有大能的 是不能抄袭的 是不能重复的 阿们吧 不要 上一次去聚会 那个聚会方式很好 我这一次要如法炮制 一炮不灵 丢着不要如法炮制 要如灵炮制 到了会前 最好有少数几个核心就来 主啊 我们再仰望你啊 上次给我一个 真是有动力的聚会 主啊 今天我们不敢炮啊 我们要靠你啊 我们不炮 我们要靠 主啊 我们靠灵 主啊 祝福我们 有没有灵的自由 自由选诗歌 自由祷告 自由的灵 你看 阿们吧 十三位主 你跟他们在一起 他们很注意灵 他们的灵啊 一直祷告 会前祷告 我每次去 他们准时到祷告墙 能不能从下午 这个侍奉神圈开始 我们每次来 圆圆祷告 最好 每一个人都祷告三两句话 下一次我们就来操练一下 你看 一祷告都到天上去了 都在灵中 大能的侍奉灵 然后这时候才能说 自聚 不是自聚 是灵 因为 凭的自聚 是杀死人 自聚叫人 灵 叫人活 你读读那些经节 就知道了 新约的执事 乃是 自聚杀死人 那灵叫人活 在乎灵 不在乎 自聚 或者疑闻 对不对呢 我们既然已经在 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已经脱离律法了 不要再做 新约的新律法 搞一套 我们聚会的规矩 不 叫我们在 灵的信仰里 服侍主 不在自聚的救养里 阿们吧 这个多好 第三 不是外面做的 乃是里面做的 换句话说 不是从外面做 乃是从里面做 从外面做是 外面做个样子 慢慢会变成 文士法力善人 粉饰的墙 我们要从里面做 弟兄姊妹 你要招呼一个弟兄 和一个姊妹 握握手 跟一个弟兄大大招呼 从里面做 从里面说几句 温馨的话 这个人会 人会感动 人会得着扶持 我们真是从里面做 所以这里有一段 很有名的话 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呢 行律割离的 也不是真割离 割离是里面的 所以你弟兄有一篇 很有名的文章 叫做 外面做的不是 里面做的才是 但是我们都学习 从里面做 心愿的特点 就是sincere 就是earnest 就是诚实 就是真实 我们在这里 从里面说 从里面做 从里面看望 从里面爱人 不是外面要求 外面安排 外面必须写报表 最惨 所以我又需要学报表 又恨写报表 因为一写就外面做 要外面从里面做 阿们吧 我们也要平衡 对不对 外面为了统计 好叫我们有一个目标 但是要从里面做 我们必须看见 新约的事奉 不是从外面做出来的 乃是从里面做出来的 但愿一起读底下 第二小点 你看到没有 但愿我们都 纪老罗马二章 所说的这句话的原则 就是外面做的 不是里面做的 才是从里面做 从里面爱人 从里面说话 从里面服侍 人要从里面感动 深渊与深渊感动 响应 好第四 不是少数人 赵卫生文 新约士奉就是特点 不是居间阶级 少数代表 乃是全体侍奉 所以回去之后 报告给弟兄姊妹 下午这个聚会 不是给少数人的 没有特权 没有代表 人人都有机会 人人都有资格 人人都有身份 人人都有生命 人人也都应该摆上 一同来分忧分劳 不是少数人侍奉 乃是全体侍奉 都做祭司 我们这样的侍奉 乃是合理的侍奉 俗徒在乎不是光劝少数有特殊恩赐的人 不是只劝屈腹者 乃是要劝所有的人 要献上自己以侍奉神 乃是劝全体蒙了神救恩的人 都要将自己献上来侍奉神 因为只有我们是蒙拣选的主力 主类是君尊的祭司体系 神是要所有的圣徒 都做祭司来侍奉神 我们今天在新约之下 对自己 底下子就很重要 在新约之下 对自己不可以说什么呀 我还特别刮呼起来啊 对自己不可以给自己excuse 原谅 我不必侍奉神 这种观念 对别人也不可以说 他不必侍奉神 阿们吧 但很多时候我们就说 他出信 他不必 你有没有这个观念 他很软弱 他不必 这是你说的 神不是这么说 神说软弱也罢 刚刚讲了 靠恩往前 那我可以告诉你 我常软弱 我也说我软弱 我不必讲 这个就会不必了啦 阿姨啊 那就不必了 神也不必 祝福了 不行 我们还得靠恩 怎么软弱 往前去 好 这几点我很喜欢 时间是过得太快 第六 侍奉的佩达 我们的侍奉 这个将来还会中奖 所以也不着急了 那侍奉的佩达 你看这几处的经节 就说出来 执事只有一个 执事也有分别 主却是同一位 我们蒙主恩典 侍奉的人 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执事 你知道 你我都有不同的职份 对不对呢 有的做手 有的做脚 有的鼻 有的严 但是我们大家都是一同服侍一位主 所以就需要佩达 好像一个乐团 一个交响乐团 有各种不同的职份 对不对呢 有吹销的 有什么样 拉小提琴的 有这个 这个乐器讲不太清楚 反正有大提琴 有小提琴 有杀士风 有什么 钢琴 所有的乐器 各有一份 对不对呢 也有喇叭 也有什么 这一切都要各进各的 却为了一个乐章 为了一个非常和谐的乐章 这叫做侍奉的佩达 侍奉不是单打独斗 侍奉乃是个团队的佩达 所以第二处 就是很有名的一段话 保罗在那里说 将来我想我们会有机会说吧 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 我们是许多肢体 我们是主报们 聚个人排在身体上 所以这是神的主宰 神的主宰让我们在一起 阿们吧 神的主宰把我们周围的人 调在一起 神将这身体调和在一起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 并且各自做肢体 我是基督我肢体 都能互相逝离 与之互相做肢体 与之互相交在一起 很好 这诗歌这一点 这些诗歌可爱 就是他把现在我们的语言 都表达出来了 那么在这里 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体上的肢体 弟兄姊妹 中国人常讲 我们情同手足 好相手足 相手足 同手足 那你我若在足里 真看见光 我们情是手足 我们就是身体上的肢体 所以我们不会因着搬家 而把心搬掉 把关系搬掉 所以我们马上要搬到新竹了 但是感谢主 我们还是身体上的肢体 所以那一份感伤就减了一大半 感谢主 因为我们都在这里做肢体 照会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每一个得救的人都要做肢体来进功用 你去读读这里面的信息都非常好 而你要进功用吗 一定不能大乎 所以你就要受对付 因为你还有个人的人味 你有血气肉体脾气个性 自己和天然都要借十字架破碎 你才能成为和事称职的侍奉者 第三你是身体上的肢体 有一个重要的重点 你必须连于身体 如果和身体脱了结了 你立刻失去功用 一连于身体 立刻就是活而有功用 有动力的人 是可爱的是美丽的 你和身体脱了结 马上变作死沉而无用的 变作丑陋而可怕的 阿们吧 你看 我们俩握个手 这一握手 你看多甜美 为什么呢 我握一只手 是温暖的 是甜美的 因为是身体上的肢体 如果哪一天我一握 手掉下来了 一握 那只手 是有这个恶作剧 我在飞机上 有时候看他们的恶作剧 他就故意弄一个假手 跟人握手 一握手 他一握这个手 就拿走了 手就掉了 我一次在英国 和一位弟兄握手 那位弟兄一握 我吓一跳 因为他装的是一只 所以我不知道 我不敢说话 但是 马上当然心里同情 他装的一只 但是你就知道 不是肢体 不是尸体 优优姊妹 你要知道 我这只手在这里很漂亮 我这只手如果剁掉 放在这里 很悲惨 最近日本 去参拜 什么靖国神社 韩国就有十一个 还是二十一个 二十个 小指头 韩国人就这个个性 全部咔嚓砍掉 十二十个全部寄给 这个这个这个小泉 小泉看到这二十个 哦好美丽哦 放在家里增赏 不 好可怕 好恶心 为什么呢 脱节的肢体 那弟兄姊妹 记得 当你脱节的时候 好可怕 ugly 真的 有时候我们一脱节 我们自己知道 马上我们需要 回到肢体的交通 我们才是美丽的肢体 好 第四 这是第三点所说的 第四 照会的佩达里面 任何的弟兄姊妹 任何肢体 不能少掉一个 人人都有功用 都是不可少的 第三大点 终点是说到 所以神在照会中 所设立的 有使徒 神言者 教师等等的 都是为了 叫我们有照会 佩达的侍奉 在照会中 就设立各种 不同的功用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也要知道 九会所 十五会所 不过是 台北照会中的 两个会所 不过是 整个主身体中的 一些肢体 所以我们要有个概念 彼此扶持 而且连于身体 那么第四 本于他全身 借着每一丰富 功用的结 人人 联络整齐 联络结合 就渐渐建造起来 连得越紧 建造得越快 连得越紧 身体的长大 就建造 长大 就是建造 第五 个人要照着 所得的恩赐 就将这恩赐 彼此供应 做神 诸般恩典的 好管家 叫神 可以在凡事上 借着 耶稣基督 得荣耀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 敬我们那一份 好叫 我们成为 神家中的 诸般恩典的 好管家 这一个点也是很丰富 可惜时间不能叫我们深深的进入 也许你会说观众弟兄啊 哎呀你每次做钢药 哎呀可不可以高台贵手 以后少做一点啊 不要一次做 你看这次我们四页也讲不完 有时候八页也讲不完 都讲不完 那四页啊 你说四页还能减吗 不能减了 你说那讲话减吧 偷工减料 也不好 那只能说 有的讲不完就留着吧 我们愿意让他有一个完整的真理啊 留在这里 有一点印象就可以了 不过底下就很容易了 第七点说什么 试奉的生活 简单的说 试奉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把试奉 不要啊 当作那么 哎呀 痛苦的抉择 好 我要试奉 下了班之后 赶快替我帮我咬着牙 不要 不要这样想 我试奉在哪里 我在办公室就试奉了 我走着 主啊 求你纪念我可爱的弟兄姊妹 哦 纪念我这个区这个牌啊 哦 明天就是主日了 到底该怎么往前 主啊 怜悯 你在试奉 阿们吧 这就是啊 生活试奉 完全是一套 属灵到办公室 属灵到 属灵到会所 这就是正确的侍奉 所以侍奉 生活要有侍奉般 聚会般的警醒 聚会 侍奉 要有侍奉般的自然 若是能这样 就健康了 来 我们来读读这几点 一口气吧 侍奉的生活 弟兄 一 我们对神的侍奉 不是唱戏 不是表演 不该是两套的生活 乃是一种正常 真实的生活 唱戏的人 他们所生活的 和他们所表演的 完全不同 姊妹 我们侍奉神的人 不是这样 我们的生活和侍奉 该完全一致 我们的侍奉 就是生活 我们的生活 也就是侍奉 一面说 侍奉神 是我们的事业 另一面说 侍奉神 也就是 我们的生活 阿们吧 是一个享受 生活就是一个享受 第三 一起读 我们不要有 这样一个 堕落的宗教思想 认为有的人 是该侍奉神的 有的人 可以不侍奉神 不 我们每一个 都是专一 侍奉主的人 侍奉主 就是我们的生活 就是我们的正业 侍奉主 就是我们的生活 就是我们的正业 感谢主 真好 所以 上班是为了下班 下班呢 上主的班 这句话还是 我有时候不太 我总觉得说 上班 下班 都为主 服侍主 上班为了下班 有时候有点上班 要偷懒的感觉 当然 我觉得这句话 很有味道 但是呢 可以再知道 上班 下班 都为主 上班也好 下班也好 我都要连于主 服侍主 上班 为了主 为了服侍主 所以想到一个弟兄 中间休息的时候 打个电话去 你好吧 两句话 也很好 对不对 上班 也还是服侍主 下班 还是服侍主 侍奉主 是我们的正业 所有的事业 都是我们的副业 这个主的恢复 要走到这个地步 好 再来 第八 侍奉的目的 这一点我也很喜欢 来 没有任何人的目的 盼望和贪求 更不要有什么野心 什么要成为王国 小山寨 这个要离我们 非常的遥远 对不对 让我那个区 让我那个牌 成为寨主 霸主 没有这种事 不要 我们都愿意 侍奉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 人的旨意 我要按着神的旨意 服侍我周围 这一带的人 对不对 那做什么 那是第一 广传福音 拯救罪人 第二 供应基督 供应生命 叫人得多分次 享受和长大 第三 建造造会 使神的造会 在各地被建造起来 对不对呢 简单的说 广传福音 供应基督 建造造会 一起说 广传福音 供应基督 建造造会 那现在我们的光 发表更丰富 但你还可以再加 这一切 都是为了完成 神的经轮 预备心腹 成为得胜者 迎接主的再来 成功于新耶路撒冷 可以再加这一句话 那么你就知道 这太完美了 我们为了 供应基督 我们为了 广传福音 供应基督 建造造会 完成神的经轮 有份于新耶路撒冷 好 再来 侍奉了赏赐 我想这个大家都爱听吧 侍奉有什么赏赐呢 你读读也很有味道 第一个 你服侍啊 我们的父就尊重他 得着主的尊重可不得了 来读读看 第一点 得着父的尊重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多好 祷告祷告看 主啊 我服侍你 你尊重我 甚至于说 与主亲近的人 他的秘密 与亲近他的人同在 服侍就亲近主 服侍不是天天板着脸 是天天亲近主 跟主 撒娜啊 撒娇啊 亲近他 阿们吧 约翰是最好的服侍者 天天 还躺在主的怀里了 要做一个这样与主亲近的人 然后 你看看 父尊重他 第二 得着 作息 并蒙主服侍的福气 我写到这里 我都不太敢写 我说主啊 不好意思 主啊这怎么好意思 但圣经明明主耶稣亲口说的话 他说什么呢 主人来了 看见奴仆 警醒 那些奴仆就用服了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 就他自己 必自己树上带子 叫他们作息 你们请坐下 我看我都坐立不安了 你们作息 然后呢 敬前来服侍他们 我想那一餐啊 我会边吃边流泪 对不对啊 主啊这还得了 是你为我死 为我舍命 做我的生命 做我的供应 做我的恩典 我能这样服侍 而且还残缺的服侍 竟然今天你还来服侍我 哦我看我那一场啊 要泪洒宴场啊 哀怨中啊 我们要感动 因为主是这样来鼓励我们 父要尊重你 我要亲自服侍你 阿们吧 好最后来看 盟主赏赐 管理许多事 并享受他的快乐 主人对他说 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 你在不多的世上 既是忠信的 我要把死多事派你管理 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感谢主 凡是今天与主同劳 将来要与主同乐 Amen 但是与主同劳 却劳而不苦 累得畅快 这些发表我是很喜欢 好再来底下 你最不要只听到这里 底下警告一下自己 不侍奉的责罚 这下我要牢架大家 站起来读一读 给自己一个警告 侍奉的惩罚比站起来严重多了 来不圣奉的责罚 一 必受责罚 奴仆知道主人的意思 却不预备 或是不照着他的意思行 那奴仆必受 多受 要多受鞭打 第二呢 必要在黑暗里 哀哭切磁了 请坐 感谢主 求主祝福我们 让我们有这样 侍奉的认识 认识清楚了 走路就能走得清楚 首先认识我们有 侍奉的身份 第二我们有 侍奉的生命 第三我们有 侍奉的心悦和动机 是因为他爱的激励和吸引 第四我们如何侍奉呢 简单 我们就是侍奉主 所以要连于主 亲近主 听他的话 跟随他 像跟随羔羊的人一样 而且因着这样 被成全做忠心精明的童女 而且精明的仆人 能按时分量 至终带领全家都侍奉 带领我们全区的兄姊妹都侍奉 第五侍奉的原则 乃是照着里面的灵 照着生命的大能 不是照着字句 而且全体做 不是自己 坐一脚踢 单挑独斗 独行侠 不 乃是一同佩达 所以侍奉 佩达是有一些原则的 原人都参与 却为一个共同目的 最后侍奉的生活 不是两套 乃是一套 侍奉的目的 乃是叫神的旨意得成就 至终侍奉有赏赐 不受不侍奉 将有惩罚 求主祝福我们